大家好,我是Alfred 今天去到觀塘工廠區找食 小弟都在這裏上班,吃過很多茶餐、食堂 說真的大部份都很難吃 今天試這間海潮開了超過20年 但我之前都沒有光顧過,我舊公司不是很近這一邊 見他網上口碑很好,今天就特意來觀塘試一試 除了觀塘我都在不同的工廠區上班 大部份茶餐的吃飯都很貴 有些舊同事長期帶飯,甚至簡直是不吃午餐 嫌食一頓飯太高消費,只能說香港的真是賺食艱難 說回這間食堂,食物選擇非常多 我都沒有拍完餐牌,而且有些特色東西不是間間有得吃 茶餐當然要試一試茶,不是每樣食都有跟餐 有些沒有包飲品,有些玩半價 下單前看清楚,凍檸茶就很正常 檸檬份量都足夠,茶味濃淡適中 凍奶茶都算合格,看顏色就知道,茶夠濃,奶夠多 但茶味和奶味都不夠香,入的貨差少少 試一試這裡的招牌菜,看起來很簡單,實質非常不簡單 裡面的蔥花炒蛋生熟程度剛剛好,又香又滑 但最高手不是這個位,是麵包 它烘了兩片超薄的麵包來做多士 然後在中間再夾一片沒有烘的厚切方包 一份蛋字兩種口感 外層超香脆,中間很鬆軟 在薄多士和口方包中間,再很均勁地塗了很多牛油 包和蛋的熱力,令牛油變成熔熔的 和炒蛋混為一體,令蛋滑上膠滑非常creamy 這份蛋字,創意家手工都非常抵贊 這個煎米粉也是好東西,正常煎米粉會煎得比較乾身 令米粉口感比較香脆,同時又可以突顯米香 這裡的做法有點不同,打出一隻蛋下去一起煎 好處是容易點,快手點就可以煎起米粉餅 米粉雖然沒有那麼香脆,但就多了點蛋香 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牛腩是令常,份量很正常 名字叫牛腩,實際上就是很多粉麵檔的筋腩 而且是筋多過腩很多 牛筋都煎得很軟 味道上是麻辣加上生蒜的辛辣味 和米粉餅是挺合的 碟底還有一些白蘿蔔,煎得很軟,很入味 另外還有兩條蝦條,即是平時凍肉店買一塊粉那些 這兩條我就覺得做多了,難得米粉和筋腩都有特色 做得這麼有心機,不用加這兩條蝦條都夠賣點 現在就拖低了一個平均分 11元7粒椒鹽燒米,算多划算 最便宜的味道,不過太便宜的燒米多數都很難吃 成舊粉很硬,今天這一碟就算正常 話說我們拍拍一下,老闆就以為我們是報紙雜誌記者 過來和我們聊了幾句,就推薦我們試一試他的餃子 說他請客,我們一來是不會接受餐廳任何免費食物 或者折頭優惠,二來本身都夠飽了 所以就和老闆說不要客氣,拒絕了 但是老闆很熱情,照煮照擺下,我們就照吃了 不過我們就逼老闆收回錢,大家最後看一張單 水餃是自家製,很新鮮,皮和餡料都很漂亮 餃皮有麵粉香,韭菜味很濃郁 水餃和蒸餃有些不同 水餃有些門派是喜歡餃皮厚一點 我個人就喜歡薄一點,我覺得今天這個是略厚一點 第二是餃皮大快一點,看起來水餃很大隻 但吃起來有點鬆散,如果一塊皮細快一點 用相同份量的餡去包,餃皮就會飽滿,紮實很多 口感會實在一點,但廠區茶器來說 這碟水餃已經很高分,算是很好吃 這間店還有其他幾樣招牌菜 柯華田魔鬼,多士,菜飯等等,有興趣可以來試試 最緊要看清楚營業時間和日子 工廠區餐廳和一般市區餐廳不同,自己查清楚 今天有碗華碗就講到這裡 還有哪裏有些便宜美美的餐廳 下面留言告訴我 下條片再談,拜拜!